Hello,我是Amae 我是Kiki 今集Kiki是做Amae背後的男人 其實這一集很多觀眾朋友都等了很久 由去年問到今年的瘦身減肥題材 一看之前,希望大家都知道 我這次主要是非專業,純粹是經驗的真心分享 世界上有很多種方法 始終每個人的身體狀況 對於理想身形的看法、心理因素都不同 在下定決心想改變之前 建議最好先諮詢專業醫生和營養師的建議 看看哪種減肥和飲食方法是最適合自己的 瘦都不等同於美 最重要是愛自己和有健康的身體 這段片就會分成四個部份 記錄這一年來我的轉變和將來的目標 希望大家看到最後 我期望這段片不是減肥片那麼簡單 而是一條鼓勵片、激勵片 亦是史上我最多的一段片 大家支持的話,一定要記得 CMS、CAMERA LIKE和SHARE三部曲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響鐘仔唱才看 那些什麼問題都可以去我們的IG KIKI和我亦分別開了個人IG 就鋪回我們的日常 首先講一下我的減肥原因 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 是決定你的心態 花一點時間了解我的身形發展史 羅馬也非一日所建成 過重跟我以前的飲食習慣 絕對是息息相關 今集見很多以前的自己 我的青春 我個人是不高的 153cm 小學正常體重 80多90磅 到了中學的青春期 開始長育不長高 別人就學業猛進 我就體重猛進 不斷地增長 我是一些異肥體質 吸收得非常好 比媽媽已經是基本 朋友都會開玩笑 媽媽是比伯母重點培訓 真的吃很多東西 媽媽我愛你 謝謝你對我這麼好 我都很喜歡放學吃晚飯前 先吃餡茶 也會和朋友一起吃宵夜 當時的體重長期徘徊是120多磅 剛剛和KIKI一起的時候 在六年多之前 是125磅 這張真是 Who are you? KIKI的臉很尖 近年拍Youtube 其實生活都日夜瘋 我本人 其實是非常喜歡吃東西 拍片都會到處吃 一天很多餐 餐餐都是不肥不吃的 到了2019年 去到2020年 簡直是我人生的顛峰 嘩 最震撼的畫面 那時候試著我姐姐婚禮的裙子 OK 依然有自信 蹬台感 笑死了 其實人生穿這些背心次數 極度稀有 幸好有拍下它 給大家看黑歷史 我以前是很少穿褲 因為我是很難得有褲適合穿的 我是理型的身材 屁股和大腿很大 所以是無限那麼多條長裙 穿超級闊的cutting 衣服也越買越大件 一直以來 其實都很久才會上榜一次 那時候真的上榜後嚇到 我再一次打破自己的紀錄 認知上的120多磅 已經成為了歷史 去到136.4磅 即是62公斤 BMI屬於過重 當時和Kiki 其實只是相差5公斤 但它高於25cm 幾年來 是完全沒有輕過的 就算減了2-3公斤 之後都會反彈 所以我完全明白 什麼吃了再減 什麼減肥永遠都是明天的事 每天都一定要吃飯才睡得著 這些感受 在過重期間 我真的每天都吃得很開心 然後真的到了某一天 可能有時候人大過做 意識到健康真的很重要 我亦想身體變得健康些 和靈活些 雖然我很喜歡到處去 但以前的體力是不足以 令我看到很多人生想看的風景 例如夏天登上富士山 或者去綠兒島的屋九島 這些都是很遙不可及的夢 錯過了很多想去的旅程 真的驅使了我 下面的決心要變 因為心態上我只是為自己而減 我還記得之前有一次 和阿May在秋天的時候 走上大東山去看芒草 這件事很港女 那時候走 阿May是完全走不到 因為我走到一半的時候 突然控制不到自己 很不開心 有點崩潰 因為她真的走不到 但最後被我逼了走上去 很多不同的事情 就驅使到阿May想自己更健康 所以就要減回體重了 那次是崩潰到 我真的走出來 後來是Kiki狂推動我 然後我才看到我想看的風景 因為我也想看的 沒理由走一半之後 放棄之後再回去 接下來我們就說一下 什麼時候開始減肥了 大概在2021年6月1日 我們就在IG出了一張照片 問一下各位怎樣減肥 之後就很多人給了很多方法 甚至DM收到很多千字文 是毫無保留地分享自己的減肥經歷 所以真的很感謝大家 因為我開始的時候 已經獲得妹妹的動力 和鼓勵去推動我 我很希望今次這個角色 可以調轉由我成為支持各位的一部分 支持追求自己理想身形的各位 過了14個月之後 現在就是2022年的8月 減重大致上分了三個階段 2021年6月至12月 這個是一個認真的減肥的 6月是這樣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到2022年的1月至5月 這段期間就是維持著 偶爾會破戒的 去旅行也沒辦法 這個是準備去旅行 這個旅行途中 吃了很多很多東西 這個就是隔離伙食太好了 隔離回到香港之後 就去到2022年的6月至現在 就是第三個階段 就是慢慢減 現在的體重就是減到45公斤 距離巔峰時期就減了17公斤 即是37.4磅 給點掌聲自己 最重要是因為我的體重 基數大 即是我本身已經是過重 即是譬如 如果你的人只有50公斤的話 都很難減到17公斤 也都由開始減重 到現在 我的身體和心理上 其實真的沒有任何不食 保持著人馬座的正面樂觀 說話 依然可以中氣 沒有雲低 便秘 四肢無力 驚奇很正常 是月經來的 不是年經 反而減之前 是經常人很睏 我自己覺得 應該吃得糖 或者精緻澱粉 多 即是甜品 或者麵包的類型 不過現在的人 就會比以前的動作 吹得久 冷氣 就一定要帶領著披肩 還有我身邊的好朋友 都非常驚訝 我竟然是受到 在街上 看到的觀眾朋友 很多時間 就會發現我身形上的轉變 其實以前 我在減重這件事上 其實很沒有耐性 和恨心 很容易給自己很多藉口 我自己也很慶幸 和Kiki一起開始這件事 他真的會給我最大的信心 支持我 同時 我記得有位觀眾朋友 跟我的聊天說 其實減肥也是世界上 很少有地 有付出 有緩補的一件事 堅持下去 就會見到成果 看看這些 before and after 哇 真的 瘦了兩至三個馬 其實現實之中 穿衣的選擇 都多了很多 終於可以穿到不同的牛仔褲 以前遇到一些 穿到我很顯瘦的衣著 其實我一定會包飾 尤其是下半身 是很難很難去買 哇 這條牛仔褲 這條牛仔褲 也有包飾 一心一淺 42馬 以前只是穿得這麼大 因為屁股位和大腿位才對 但我完全沒有拿過一條肥老虎 去北韓都穿過 我還記得當時 我和導遊Sunny的聊天 他說他有42公斤 然後我說42公斤是我小學的體重 42公斤 42公斤 這個是我小學公斤 她說我42公斤 她說她是42公斤 她說她是42公斤 她是小學校的 她是小學校的 哈哈哈哈 她是小學生 她是小學生 她營養太好了 不知道她現在看到我 這條牛仔褲有什麼反應 我一定會好好收藏著這條褲 就是警惕一下自己 例如這幾套衣服 就是我上年也有穿 今年也有穿 大家都會看到分別 減了之後 不單是你的身形會變 你的手指 腳掌 都會瘦 不單是戒指 會移位 穿鞋 平時 之前會穿37號半 或者38 現在就變了穿37 如果大家有穿日本鞋 就知道 有些鞋是由L變成M 然後很鬆 所以這個夏天穿了 有些鞋已經不適合了 那臉仍然很包包 但這是我的特色 接著就講一下 生活方式和飲食習慣 以前小時候 我都試過一些很極端的減肥方法 例如 吃蘋果加飲水 又或者西柚減肥法 這些我都堅持不到4天 之後又變得肥 尤其是女生 用錯方法真的會減到身體差 月經失調就真的很傷身 我希望大家認知 其實所謂的減肥 是最表面那一層 最終極的目標 其實就是內在那一層 改變你的飲食習慣 和生活習慣 所以很多觀眾朋友 DM問我 你有什麼方法減肥 瘦身 我反而是很著重 不要急 慢慢來 堅持下去 因為減重這件事 一定要持久下去 我亦都沒有一個 固定的減肥餐單 或者固定的食譜 而是要找一個方法 自己可以接受 其實秘訣就是飲食上的調整 我本身都很喜歡吃東西 亦都要拍一些美食的影片 所以其實我是很難完全 跟著固定的餐單去 這段期間 對於我來說 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168段吃飯 我都會安排 每個星期 會有兩天的rest day 旅行的時候 就會破了界 因為有時候會很早起床 吃了早餐 行程又很長 好東西才吃飯 就會破功 所以回到香港 真的有肥度 肥了一點多KG 之後168就再減 168的全名就是 168間揭斷吃法 即是一天24小時 將進食的時間 壓縮到8小時之內 其餘的16小時 就是夠不吃的 那整個過程 一開始都蠻辛苦的 尤其是凌晨3、4點 比起以前這些時候 已經在煎午餐肉 太陽蛋出前一丁 後來過了兩個星期 我就開始 慢慢習慣有空腹感 以前會覺得 好吃的東西 就要不斷地吃 其實肚子不需要每時每刻 都處於一個很飽的狀態 不過要提醒 168的8小時 就不是狂吃 或者是暴飲暴食 也要跟著卡路里的限制 一開始不了解的時候 我就以為什麼都可以吃 然後過了一段時間 完全沒有效果 之後才發現 是不了解168的原則 了解之後 就調整我的飲食習慣 那8小時 都要儘量減少不健康 以肥的食物 其實很多網上的資料都有 我是以高蛋白的食物 還有原型食物 小澱粉 小糖為主 油也是很關鍵的 因為油對身體也很重要 我不是無油飲食的 我幾乎都不會水煮 我覺得 反而是小糖無糖的飲食 可以代替檸茶 長期之下 其實你進食的量都會節制 口味都會比以前清淡了 以下這些就是我經常會選擇的食物 雞蛋兩隻 糖兩茶錢 還要加些橙皮 我開玩笑 這個出賣年齡系列 不過事實上 雞蛋都是我經常吃的 也會有雞胸 雞 雞肉 蝦 豬 牛 肉類都會選擇瘦肉 不是餐餐和牛 肥豬肉 粟米 番薯 紫薯 南瓜 不同的菜 沙律菜 番茄 筍 秋葵 菇 豆腐 或是蒟養 等等 我會喜歡做不同的醬汁或料理 比如手起燒汁 黑椒汁 炒 或是焗 好像這些就是我經常會煮的食物 這個絕對是地獄廚神脫皮計劃 賣相都不錯 自己賺一下自己 KIKI也有吃的 偶爾 我這些食物是比以前煮得好吃了 雖然健康 但也算不錯 我有時都會吃兩口 至於每星期兩天的休息日 我就會放肆一下 因為都有能收能防 休息是為了走近場的路 例如約了朋友吃飯 或是拍片的日子 會吃自己想吃的東西 這些我會散布在不同星期去吃 不會一天狂吃自己想吃的食物 Rest Day也要有適當的節制 我也很知道的個性 如果每天都逼得太緊 太規律 一遇到一些停滯期 或者不是很理想的時候 我真的會大肆地報復式地報吃 然後減肥計劃就會失敗 所以飲食的習慣真是因人而異 另外也說過 有餵食的時候 用麵粉汁或其他食物 儘量選擇一些代替品 我預計了這類零食 就沒那麼好吃 純粹是過口人的 我個人推薦 這款高蛋白薯片 也有不同的Nuts或脆片 我自己很喜歡這款乳酪 再加上零卡路里醬 攪拌均勻 還有無糖的豆漿 又或者是零卡路里的水果舉樣 如果我發現自己 是達到我的短期目標的話 我都會去獎勵自己 買一下新東西 三副鞋物 飾物等等 說說說 最近另外破價的零食 就是那隻黑松老薯片 那種煤氣味很棒 下一點的轉變 就是我從以前喝很少水 到現在每天喝一大瓶水 就是這樣 這個時候的飲水水壺 很大瓶 每天都要喝完才完成任務 它有一個飲水的計法 這條公式上網也會有 以前我會以為喝茶或咖啡 可以代替飲水 但其實這個觀念是錯的 茶是不會擁有水的功能 水真的無法取代 一來可以幫助排毒 對新陳代謝會好一點 二來會令自己不會錯以為 減走的是體重 其實事實上 可能就是你身體流失的水分 除此之外 同時間我都會吃很多不同的濕血紋 補充不同的營養 配搭不同的功效 其實每星期減了體重的0.5-1% 是很正常的 如果大家維持到自己的體重 其實已經是沒有退步了 我覺得人生流場 不同的階段 不同的經歷 身形也是需要用心去經營和維持的 大家一起努力 下一個要講的就是運動習慣 我自己是一個體能很差的人 而且我不懂得享受那種跑步的樂趣 一開始都試過跑運動場 但跑得很慢 Kiki為了遷就我 慢到她會扭到腳 所以我認為運動和飲食 我自己是會先做調整飲食的 即是建立了一個正確的營養價值觀 即是用了168減重之後 隨著你的體重減輕了 個人真的會靈活一點 變相你做運動就沒有那麼辛苦 我自己就是這樣想的 而且我比較接受到 一路煲片一路做運動 而整個減肥的過程中 其實我主要都是靠飲食調整為主 是有運動一鞋 只是做耳鞋這兩種 一星期兩次 要是一個小時的Just Dance 要是一個半小時的家庭版太空慢步機 走到大概一萬至一萬五步 其實已經會爆了 不過之後就開始偷懶 沒什麼怎麼做運動 去旅行的時候 每天走過慢步 就當做了運動 但個人體力真的會沒有以前那麼糟糕 即未減之前拍離島片 譬如賭廁一遊 現在行山我真的很難應付 很辛苦 瘋狂在喘氣 但現在起碼不抗拒行山做運動 譬如2021年 連尾都有拍過兩段 就是橫趕倒行的片 這個就是將不可能變成有可能 我們都很明白運動的重要性 先是長久的方案 我也很想體能可以再提升 例如手臂 大腿 可以更強 體肢可以減少 增加了肌肉 但我現在不知道做健身還是瑜伽 都希望大家可以給我一點點意見 這個也是我今年身形的目標 好了 現在已經改完這四部分了 如果將來有些體能的訓練 令我身形再改變 又或者看完之後很多問題 想再來一個Q&A 這段影片其實都很希望幫助想行動 或者正在減肥腦上的同路人 大家也可以在留言打下你的目標 或者進程 甚至是分享一下你的經歷 給大家參考一下 看到你們這些留言 我們真的會很開心 大家好像同溫層一樣 討論一下 始終在體重管理的道路上 其實真的是一輩子的課題 還有很多學問都要學的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按讚和分享三個曲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開啟鐘小鈴才看 下次再見 拜拜 法國編